有无两边 无腹宜席 这句话 这句话就讲这句了 有摩洁经 有无两边 无腹宜席 有吗 有无两边 无腹宜席 这个是讲 大菩萨 他非常有这个正念 非常有正念 大菩萨 也已经 齐合了真如 大菩萨的修行 有正念 而且齐合了真如 所以真理完全都了解 所以 其实有两边 佛法里面常常提到的 有说一切有物 跟说一切无 无物 说一切空物 这是两边 一边是讲有 我们现实的世界 看起来房子就是房子 有啊 看起来我们人 就是一个人 是有啊 有我有你有他 有男有你 这是有啊 这是属于有 这是属于有 这个无那一边是怎么讲 言生如幻 一些生命 不管你是有形的 无形的 这是空幻 这是空的跟幻的 像房子 不能够长久 我常常讲一盒像 人是一盒像 这是地水佛风组成 整个沙佛世界 都是地水佛风组成 地水佛风组成 这是一时的现象 因为人一出生到死 一般来讲都是一百年 百年 如幻这一百年过去了 过去的你在哪里 未来的你在哪里 都不知道 过去的你是空 未来的你也是空 房子也是一样 刚盖好的房子叫新屋 过了一百年 就是老屋了 再过不久又拆掉了 就没有了 你看那些很多消失的城 很多的在印度 我们去那个王蛇城 去释迦摩尼佛本身的那些 那些城 去看 都是会西啊 有纳兰多大学 我们也去看 那时候最有名的纳兰多大学 就是佛教的大学 在印度的 佛教的大学 纳兰多大学 我们去看了 剩下几个庄 就像防空洞一样 我们去看了 就像防空洞一样 没有盖子的防空洞 几个庄铺在那里 野草重生 什么都没有 那纳兰多大学不见了 诗上就是这样子 印度的王蛇城 我们去看 哇 一片灰溪 佛陀出生的那个国 这个 像那个 蛇魏国 还有很多国 还有很多国 就是一看 方野一片 什么都没有 城都会消失掉 何况这些房子 就是空嘛 他们在灰溪 开灰溪 美兰 人 自己的缘子